1080年5月初人 美國總統阿瑟 簽署白華法案 今次發現移民到美國 這是美國第一次 針對特地做的移民的白天法案 一直到1943年加費地 1997年 又來年三兩年 發生彭宛如明案 以及白小燕邦尬案 造成社會動動不安 為著保障 連戰在會中強調 加強維護婦女人身安全 是政府最基本該做的 讓我們的婦女 沒有一種恐懼的 這種生活的環境 同時他還提出 婦女參政權益要加強 婦女勞動參與率應該提升 還要協助婦女解決 脫兒脫老的問題